《教育局》 《教育局》 作為一個老師 無論用什麼方式 去殺暴一些 比如仇恨、暴力 甚至歧視 這些都是屬於專業失德的行為 一名試藝教師 在專業VA網上發佈漫畫 被匿名投訴內容不恰當 教育局經調查後 裁定該老師專業失德 但該名老師在專業上反駁指 原來仇藝教師課如畫畫 也是錯的 教協亦急急發聲 教協副會長葉建源指 看不到與其專業表現有何關係 疑似包庇失德老師 針對這個個案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如何看呢? 不是說離開了課室 離開了學校 離開了學校 我就是另一個人 很多職業都會是這樣的 警員 他不能夠休班 他就可以什麼都可以做的 這個道理 他肯定他不是一個 純粹是一個藝術 只不過是用藝術去包裝 一些政治的思想在那裡 簡單來說 他是想繼續吃那個政治飯 他是用這個藝術的包裝 幫他推銷他的政治 他有一班所謂黃色的經濟 有班人會支持他 對於VA王sir 教育局卻未決定懲處方式 但公佈再有兩名教師被釘牌 一名教師因反修禮風波違法行為 而被法庭定罪 另一名教師被指在通識科教學上 持續採用大量單一角度和偏頗立場的材料 王均瑜認為教師要謹守底線 這些位置一定要守住 有時政治的東西是短暫的 教育才是領行 作為教育公司的者 他當然是可以洩裂政治 但是那個界線要把持得住 那個界線不能夠 將政治凌駕在自己的專業方面 你作為一個老師 始終要謹守自己的專業操守 可以宣揚暴力 可以宣揚仇行 可以宣揚歧視等等 很多的底線可以去遮住 不要亂要